民间乡头36线明山路二段 是民间乡通往彰化二水的主要道路之一 此路段恰不多 行车速度容易过快 容易发生意外 先议员游洪达与县府单位 前往此路段会刊 了解情形 好,我们这里是民间乡头36线 就是我们明山路二段 这个城堂中的地方 可以说我们这条明山路 车量往返非常的频繁 我们的民间乡跟我们通往彰化 车水的主要道 所以说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 所以我们正头在中央 非常密集的这些住宅区 这些贵路还是真的平凡 真的正常 所以说这车路都来到这 尤其外面车车来 都车了非常快 近几个月前 这条路上发生过一期以外 发生意外的长辈当场伤重不治 民众表示此路段发生过多次事故 希望县府单位帮助他们 改善此路段的安全问题 经过县府单位与庸达议员的研议后 暂时决定设置交通标示警示 路面警示标示等 游议员期盼县府单位多多研议方案 急速改善问题 我们现在经过到新闻人员联网会议后 先决议说到民山路的马路上 来下到我们的大志慢 可以说在我们郑桃中间和乡兵民都来下到大志慢 下坡路段减速慢行 不仅减少意外的发生率 更能保障宁果的安全 先决永达期盼县府单位 急速改善问题 保障民众生命的财产安全 记者曾家豪民间采访报道